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游戏中都开始内置了拍照模式 甚至还可以直接去进行简单的编辑和优化 当然它作为一个额外的模式也经常会被玩家们忽略 所以要说拍照与游戏两个元素最完美的结合 各位老玩家请告诉我它的名字 没错 正是土星平台的VR摄影棚 其实很多玩家不知道的是它已经是同系列的第三款作品了 那么就让我们从头来聊聊这个系列吧 1993年由Transpaccess工作室制作的首部作品 VR摄影师登陆了MegaLED平台 这个平台大家比较陌生吧 其实它是由先锋电子和世家合作发行的 属于先锋LED平台的扩展模块 当然这款LED主机还有其他的扩展套件 例如可以玩PCE游戏的LED Room 以及卡拉OK套件等等 而加装了MegaLED模块的主机不仅可以迷行MD卡带 还可以玩到本模块专属的游戏 VR摄影师正是这些专属游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款 由于采用了LED光碟 也让系列首部作品成为了最为良心的一部 因为本作中可供玩家们拍照的模特达到了8人之多呀 第二年发售的系列第二部 虽然减少了模特的数量 但是对应LA主机的3D眼镜的外设 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吧 由于LA主机超高的售价 也导致了它整体的销量并不进入人意 所以1995年系列作品也开始向同样很符合属性的3DU平台移植 3DU的移植版被分成了五个部分发售 奸商啊奸商 那么就让我以第一部分为例 深刻的讲讲这款游戏的玩法吧 来 输入我们的名字 好的 开始游戏 本作是两位不同风格的美女 那么你是喜欢青春型还是性感型呢 我就替大家选性感型吧 游戏的流程呢 是我们在街头与美女相遇 然后要死皮赖脸的约人家去公园拍照 当然如果你没聊明白 那么就会直接被拒绝游戏结束 当然如果聊得比较开心 美女就会微微一笑的跟你走了 话说现在的街头摄影师是不是也这样啊 到了这里嘴炮就不好使了 要靠我们手里的家伙了 别多想 说的是一台比较难用的手动相机 这里第一个难点是卷片扳手的使用 是需要我们输入前下后 类似格斗游戏反摇半圈的指令来过胶卷 然后再按下快门进行抓拍 这里呢也会有本张照片的评分显示 而这个评分系统呢 也是本作的第二个难点 因为并不是你觉得好的构图就会有高评分 具体来说呢 那些没露脸的 甚至是眼睛没有直视镜头的 统统是不行的 并且必须要全部拍完哦 如果你的照片合格 那么美女就会同意改天去你的摄影棚拍摄了 而到了这里就可以使用一台比较顺畅的手动相机了 抓拍还是要遵循之前的原则 所以有很多赏心悦目的镜头 静静的观看就行 不要拍下来 话说这里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当你再次打标时 那么就可以去拍私房照片了 大家想不想看私房照片呢 抱歉 播不了 其实关于照片的评分呢 还有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只要站在模特本人的角度 就会很有思路了 比如三迪欧第二座里这个郁姐型的美女 我们在公园拍照时会有猫咪的出现 当她与猫咪互动时 你就一顿猛拍 肯定错不了 三迪欧一只版的后面三部作品呢 每一部居然只有一个模特了 发行商简直是丧尽天良了 不过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系列里妹子们的长相 还是优于之前提到的野球拳系列的 终于到了大家相对熟悉的系列第三部 威压摄影棚了 发售于1996年的本作 其实操作呢 没有太多的变化 省略了接头搭讪的部分 也表明了本作不同于前作的核心玩法 这个一会再说 这次还多了一个老师傅 给你各种的指导 不过如果玩过之前的作品 那么你会强烈的感觉到 游戏整体的难度实在是低了很多呀 首先我们拥有一台自动相机 当然这在简化了拍照的同时呢 也失去了快速抓拍时 还用滑动扳手的乐趣 右下方的气槽 也很明确的显示了整体拍摄的完成度 而之前的版本呢 是要全部拍完之后 才知道是否合格的 而本作只要气槽挤满就可以了 也并不需要把胶卷全部拍完 而三位美女除了初次拍摄的服装 后面还有五件外套和三款内衣可供选择 所以游戏的可重复度还是很高的 也如刚才说过不同于之前作品 重点在于抓拍 而本作的核心玩法呢 则是观看 只能说是制作组已经深刻的明白了 拍照游戏 呃 或者说是拍照的真谛 照片是拍给别人看的 而自己享受的 其实是拍照片的过程 兄弟们 你不说对吗 好的 聊到这里呢 本期的话题就要结束了 这个在32位世代与野球权齐名的游戏 大家适合玩过呢 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哟 这里是GameWall Game与我同在 兄弟们 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